中文童话 亲爱的公主 很久以前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 住着一位国王 他有三个儿子 埃里克斯 艾伦·韩东尼 为什么皇家巫师还没来 我在这儿殿下 哦 谢谢你这么快就敢来 快请坐 我不再是从前 那个精力充沛的人了 现在是我把王位 传给儿子的时候了 但在那之前 我想让他们先结婚 请告诉我婚礼的最佳时间 水晶球立刻发出了光芒 屋檐六色的丝状物 快速旋转着 我看到了新积极的雷铃 我看见鲜红的雨晶香 拥抱着天空 我看见朵朵白云 在蓝天上飘荡 我看见风不再 带走我们的温暖 我看见凌乱的 只敢在新生命的喜悦中扭动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春天 我亲爱的国王 那是下个月 是的 陛下 在新季节开始的第七天 您的儿子们 您的儿子们将根据古老的传统 选择他们的新娘 当然 向我们所有的盟友和王国发出邀请 刺灭我的国王 于是在国王的命令下 大臣和他的随从出发了 驱车到各个王国去 那里都有成年的公主 各国都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国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儿子们 但是 埃里克斯和艾伦并不是很喜欢 他们最小的弟弟安东尼 因为他是他们三个人中最英俊的一个 在民众心里 他是最善良 最受欢迎的 国王不在的时候 连大臣们都会来征求他的意见 这是他成为三位王子中 继承王位的最佳人选 埃里克斯和艾伦 可不想看到这一切 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 一个让他们的兄弟在国民面前丢脸的计划 我看到了 嫉妒 真正的扭蛋不是血缘 而是彼此生命中的尊重和欢乐 你们似乎一点都不喜欢安东尼 所以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不是来听你演讲的 你到底帮不帮我们 哦 当然可以 结代的 我正是在想你们一样的人带给我的负能量中主张成长的 把你们的手掌放在水晶球上 这样我就可以提取你们的负能量 作为回报 我会满足你们的要求 王子们按照要求做了 女巫满意地请他们离开 并承诺安东尼会在整个王国面前非常难看 重要的一天到来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公主们都参加了这次活动 女士们 先生们 按照国王式的传统 三位王子 埃里克斯王子 艾伦王子 和安东尼王子 将分别朝公主们所站的方向射箭 无论天落在哪里 剑前站着的人将被选为王子的新娘 当然 这要得到那位公主的允许 亲爱的公主们 如果你们终有谁不是自愿来到这里的 请上前一步 但是没有人站出来 因为他们都自愿参加 好的 开始吧 埃里克斯 你先来 埃里克斯看着艾伦笑了 然后他拿起弓指向天空射出了箭 在重力开始发挥他的魔力之前 箭在空中向圣飞行 然后他向地面俯冲 落在佛帕公主面前 接下来是艾伦 他的剑落在了托拉公主的面前 最后 轮到安东尼了 不向他的兄弟 在射箭之前 他转向他的父亲并鞠躬 当安东尼的剑离开他的宫时 人群欢呼起来 剑尾随着上升 在空中抖动 但安东尼不知道的是 一件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坐在人群中的女巫 狡猾地用魔杖 指着那只剑 他的魔法起了作用 剑飞过了所有公主 落在了树林里 什么 当大家来到树林里找剑时 发现箭头上坐着一只蝴蝶 哦不 看来安东尼要和蝴蝶结婚了 这太荒谬了 我们不会 父亲 我们以传统而完明 我们必须尊重他 这事关你的声誉 所有人都在看着你 国王还是不同意 这是安东尼走上前说 父亲 我要尊重我们的传统 把蝴蝶作为我余生的伴侣 但我不会娶他 因为这是对他的亵渡 但是 安东尼 人们尊敬你父亲 人们尊敬你父亲 我不会让你和我们的王国蒙羞 日子一天天过去 爱里克斯和艾伦 骄傲地和他们的妻子 在王国的街道上漫步 安东尼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无论他走到哪里 人们都在背后议论他 嘲笑他 但安东尼从未抛弃过蝴蝶 无论他去哪里 他都会带着蝴蝶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安东尼开始感到尴尬 临近王国的王子和公主们 在舞会和晚宴上都不愿见他 也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 这让王子非常难过 以至于有一天 他决定离开蝴蝶 独自出去参加一个舞会 原谅我 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过 你想在这里待多久都行 当安东尼到达舞会时 他被一个美丽的女人迷住了 他被深深地打动了 立刻走向他 我可以邀请你跳舞吗 但那个女人什么也没说 只是伸出了手 他们伴着优美的音乐起舞 安东尼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正在和一个 像他这样美丽的人共舞 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女人没有说话 相反 她的眼睛变得泪汪汪的 她突然转身跑开了 嗯 等等 当安东尼回家时 他几乎看都不看蝴蝶 因为他直向着那个女人 她是一位公主吗 她是哪个王国的 哦 我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第二天晚上 安东尼穿上他最好的衣服 去参加一个舞会 希望能再次见到他 想象一下当他看到他比前一天晚上更漂亮时的兴奋 小姐 我可以邀请你跳舞吗 我昨天做错什么了吗 我昨晚睡不着一直想着你 请说点什么好吗 她看着他 眼里勤沫了泪水 最后开口说 我是公主纳莎 纳莎公主 我 我很喜欢你 也想了解你 你的生命中已经有了另一半 这是命运对我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 但我还是尊重它 但自从我见到你以后 我就再也想不起别的了 去吧 把你的伴侣留在你发现他的地方 我就属于你了 真的吗 但是公主没有回答 而是立刻转身跑开了 那天晚上 安东尼把蝴蝶带到树林里 把他留在那里 但就在他跪下来 小心地放开他的时候 突然 一只闪光里他睁不开眼睛 他看到 纳莎公主 我以为你不一样 但你也跟他们一样 我 我不明白 你就是那只蝴蝶 这是个考验 你没能通过 虽然我不指望一个男人会爱上一只蝴蝶 但我确实希望你没有抛弃它 你变了 你善良的心变了 你被这个社会改变了 虽然我爱你 但我们永远不能在一起 说着 他变成了蝴蝶 回到了他的树里面 不 纳莎 对不起 请回来吧 王子嚎啕大哭 等为时已晚 他坐在树下 不停地哭 反复地说着三个字 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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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在那里哭了六天六夜 没有水和食物 他的脸变得苍白和没有生气 只是难难地说道 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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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他快要咽气的时候 树干裂开了 蝴蝶飞了出来 纳莎 你回来了 我怎能不回来呢 你的爱是如此纯洁 现在我知道了 但有些事你也需要知道 事关于你的兄弟们 纳莎把一切都告诉了安东尼 他感到震惊和愤怒 我的兄弟们 我马上就去找他们 而且 安东尼 你爱我吗 圣果爱我自己 纳莎 那么 我们离开这个兄弟粉墓的世界吧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我的世界吗 在那里 我们将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愿意 愿意 一千个愿意 我亲爱的公主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于是 这对恋人开始了新的旅程 远离仇恨和嫉妒 如你所见 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